Hello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锁定央视综艺频道 你好生活春晚季 向生活说 你好 前段时间周深飞行加盟的央视综艺节目 你好生活终于定到了 将在周六周日晚七点半 CCTV3央视综艺频道播出两期 周深喊你们一起来看了 期待周末连续两天大餐 这个周末双份快乐 周深 周深 不要看视频 对 那边这个老师们 被谁啊 在动 不是最小的 你要七年多 我已经好挤 挤一下 明年晚上的生活 必须得有一个孩子 明年一个孩子 就得个穿个背 明年晚上再来 没有大姨 事不可挡的个人魅力 周深是怎么做到的 你可能不知道 任何人只要能做到周深这样 很难不在自己的领域成功 第一 超级低调 周深在出道前写了一首歌 可他爱着这个世界 但他从不标榜自己的创作能力 这首歌直到2018年 他才谨慎地放出来 有人出于不明目的 刻意讽刺他不是创作歌手 在知名音乐综艺工作的 业内人士中文老师透露 周深的手机里存在 上千条质量极高的旋律demo 但他非常爱心羽毛 不会为了标榜创作歌手 就随便放出来 凡是他放出来的 必定是能过他自己 那一关的音乐 在我们一起讨论音乐的时候 周深跟我说 他一直在写歌 他一直手机的这个 语音备忘录里面 有无数条 成百上千条的旋律动机 我说那你为啥不把它发出来 周深给我的回答是 他说我觉得写得不够好 有其他作品的影子 有一些我写东西的惯性 他有他常年合作和欣赏的 一些词曲作者老师 前蕾老师 我们都很喜欢的这位作曲家 他可以在一些很常规的和弦 和声的行径里面 写出超级厉害的 不俗的同时又朗朗上口的旋律 然后周深说 反正他说就在前蕾老师 这样的作曲面前 去说你会写歌 他就觉得很造次吧 或者他就觉得很惭愧 然后他觉得 如果拿自己的这些片段 就去宣称是自己的作品的话 他会觉得对自己也不负责任 对作品也不负责任 如果说强行原创 或者强行的去找 这个唱作人的title 反而是对音乐本质的 一种践踏和不尊重 就不是今天所有上线的东西 都叫歌的 不是所有能写两句词 或者能写两个动机 那就叫创作人 原创精神是一个非常深邃的 先锋的精神 原创精神这件事情 如果掰开了揉碎了 说它有非常多考量的维度 所以很多的创作者 我觉得你就是写完了而已 你并没有写出什么好的作品 在这种市场的乱象之下 我觉得周深 不去贸然的涉足创作这件事情 反而是对音乐的尊重和保护 说实话 他是一个音乐的旋律 感觉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人 他备忘物里面的 那些直言片语的东西 拿出来在市场上 说实话已经可以糊弄了很多人了 可是他没有选择 拿这个东西出来糊弄人 拿他自己觉得最体面 最优秀和最好的作品 来面对他的观众 和面对这个市场的考验 周深本人也在专访中明确表示 不会为了时下正流行的创作风潮 就在专辑里特意加入自己的创作 对周深而言 创作意味着顺其自然 水到渠成 第二 超级勤奋 周深异常的低调和勤奋刻苦 在他邻居的叙述中可见一般 周深曾经的邻居说 他每天都在唱歌 有时候甚至一整晚只练习同一句 除了唱歌 周深为了锻炼肺活量 还会上下楼跑练椭圆筋 会去踩踩椭圆筋 这个有时候可 练点歌啊 练点歌 整个稍微 练点歌 周深又有如此顶级的天赋年纪 正是当大之年 还如此在背后勤奋刻苦 如此沉下心来提高基本功 他没有被娱乐圈的花团紧簇干扰 曾经被打压时 也没有因为一直默默无闻 就放弃自己的梦想 第三坚韧的意志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曾经周深的前公司 长期对他做的事 除了极度压榨的劳务所的占比 长期的精神打压等众所周知的事之外 他是有可能会伤害到一个人 可能自尊心啊 当然我觉得如果是捧杀 只有自己能够捧杀掉自己 在周深2020年走红后 全公司依然认为周深不是主流市场能接受的艺人 一如既往的趁着热度安排了无限压榨的恐怖行程 此时的周深不仅没有睡眠时间 更多的是普通人难以承受的压力 比如在上新节目上莫名其妙被当众指责 而周深本人夸赞也好 贬低也好 他都仿佛提灯独行的夜行者 他从不为音乐划分等级 只要是好音乐 他都会敞开怀抱纳入他的音乐王国 有人故意贬低他唱OST的已达到某些目的 而周深的回答是 只要多一个人听到我我就赢了 一路走来 在他对音乐的态度里展现的淋漓尽致 可以这么说 周深做到了极致努力拥有顶级的天赋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 他还在持续进步 包括他的音乐素养 形体管理和内在自我的修炼 任何人但凡有他这样的努力和态度 都很难不成功 周深一个踩着玻璃 一路披荆斩棘前行 时刻在准备着的璀璨冒险人 这样势不可挡的人格魅力 试问有正常审美的人 谁能不被蛰伏 什么样的生活叫美好生活 我觉得是找到自己的状态和节奏 叫好好生活 然后在自己的状态和节奏里 追寻到了自己想要追寻的那个梦想 或者是找到了自己想要做那个事情 叫美好生活 对 然后好好地照顾好自己 然后爱自己 让自己的状态非常好 然后再做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 然后又很幸运地可以遇到很多支持你的 或者喜欢你的人 叫好好生活 美好生活就像我遇到了我的歌迷一样 哇 好会说 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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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些就是搓叠 啊 搓叠 好棒哦 大家学会了吗 这次团们学会了吗 我觉得观众没学会 刚才就是这位兄弟 我一直叫他上来来来来 你上来学一下 你以为能调是不是 来来来来 你就站在这边 好 五六七走 五六七走 普通的disco 我们普通的药 旁边普通的路人在普通的笑 错点 我普通的灵魂在普通的处 就在普通的动词打字中普通的人手 太有趣了 我怎么感觉好像媒体的老师们也很想学这个舞 好不好意思开玩笑了 好下一步 你很坏 Jackson 我教你们一句话 当有人在放闪的时候你们可以学一句 放闪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在放闪 哦呦好刺眼 他们一直都爱着闪光那种感觉的时候 然后你们可以讲一句说 动作我是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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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是塑胶 哦 动作我是塑膠 塑膠 动作我是塑膠 什么意思 闽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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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有青岛的朋友吗 青岛话怎么说这句 你当我是 动我是塑膠 都很像 都很像 贵阳话 你当我是塑膠 你当我是塑膠 有没有像 很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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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我是塑膠 再来个湖南话好不好 你当我是塑膠 你当我是塑膠 你当我是塑膠